欢迎回到警报现场 我们今天谈的话题非常有趣 可能大家都会很关心 就是性别失衡 就是未来台湾社会里面 男婴跟女婴的比例 可以说是相差越来越大 这中间会牵涉到很多人 因为是重男轻女 特别是在一个少子化时代 我想这个根本的问题 还是在少子化 我想先问一下 我们的妇女联合会的常务理事 你有没有感觉到 现在这个社会上 大家都是少生 是不是因为少生 所以大家在生小孩上面 就一定要用各种方法 来决定性别 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其实性别 对于我们这一代的来说 我们渐渐的希望 不要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区隔 尤其是性别 大家都已经觉得 性别教育很重要 性别主流化 这样的东西很重要 所以应该就是说 尽量把性别的这一个 先去看这个 对于不同的性别 还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我看到了 就是说如果是说 我们的男女的人数不均的时候 其实在婚姻上面 也会有一个现象会跑出来 就是说可能男性 他会习惯往下面找 所谓他往下面找 就是他找年纪比他轻的 学历比他低一点的 或者说工作赚的钱 比他少的人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男性他就会去 他如果是30岁了 他就会去找20岁 或者25岁 甚至他就会去找 国外的一些的女性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能会看到 台湾可能会有一些的女性 他在这个婚姻的市场里面 他可能会渐渐的会觉得是说 如果是说明确污染 然后可能就 没办法结婚 不愿意委屈自己 走到婚姻里面去 因为大家觉得 在婚姻里面 这个现象现在已经发生了 所以以后可能会更严重 因为如果是说 我们的男性的观念没有改变 然后就是说 有一些的那个女性 他也会觉得说 我如果不愿意是姐弟恋的话 那在某种情况下 很可能这个女性 他就会选择我就是自己好好的过一生 然后我也让我自己 就是能够一个人老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 我们的未来的社会 也会因为这样子的失衡 然后造成未来的 每个人的生活形态 可能跟现在会有点不太一样 现在很多人家里面 还会有三代同堂 或者说家里面最起码 有阿公阿嬷 有孙子这样的状况 那但是未来可能这种现象 会慢慢的会减少 然后女性她的择偶 或者她选择单身的这种比例 可能也会慢慢的会提升 好 刚刚麦丽小姐提到的是说 性别失衡对婚姻 或者家庭的影响 那不晓妮委员 你有看到性别失衡的现象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遗症 这个性别失衡 当然刚刚谈到就是 因为女人她基本上是 生小孩的这个个体 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女性的这个比例低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整个女性的这个意识 也提升 那就刚刚谈到 女性她事实上有很多人选择不婚 或者是说在某种程度上 她们也不想生那么多小孩的时候 那每一个妇女的生育率降低 那去年我们是低到 低于一了 就是一个人都生不出一个 那再加上我们如果说 又在性别上做筛检的时候 那么这次说在孕育生命的这个个体 越来越少的时候 我们也很担心就是说 这个人口她事实上会朝着 更低的方向去发展 那另外就是说当这个女性不婚 或者是不育的时候 我们男的男性呢 她可能她还是有一个解决的方式 就是说我去取外籍的配偶 那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外籍配偶 但是就是说你在某种程度上 在台湾的这个取外籍配偶的现象 事实上是一个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有一些歧视的这些东西在里面 那取了这些外籍配偶进来的时候 事实上对这些外籍配偶来讲 你是用一种经济诱因 把她取过来的 所以呢她到一个新的地方 她事实上她要非常辛苦地去适应等等的 那我也觉得是对社会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成本 那当然是解决到你国家的这个 小孩子少的问题 或者说女性减少的这个问题 但是某种程度上是把这个样的一个重担 或是这样的一个担子 让外来的这个女性来承受 那我站在一个女人的立场 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个现象事实上是不好的 不过台湾还好 就是说不像中国一胎化的结果 那这逆女婴或者是就是说 这个他们做人工生殖 不一定能够做她逆女婴这个现象 就是说大家都实有所闻 那因为女孩子生得很少 所以他们那个比例是大概110以上比100 那这个状况之下 他们会这个女孩子就是非常的可贵 所以常常会被绑架 那这个乡下的地方 因为他们重视种田 所以他们这样撞钉嘛 那甚至撞钉以后 这个娶不到太太 就是去买一个太太来 兄弟一起来使用 就是说一起来使用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事实上是某种程度上的悲哀 那当然就是说 中国呢也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他们现在在鼓励生女婴 他们是给这个incentive 是给动机说 生女婴给奖金等等的 他们现在开始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刚刚委员讲的情况 大概好几个层面 第二层面是说现在少子的话 根本很多的女生或者是家庭是不生 概念上已经不生了 那如果真的生 对 生的话又有所选择 那到最后受害的也是女生 因为刚刚提到女生越来越少 然后他们可能会被 刚刚提到可能会被绑架 那是在中国 在台湾大概不会这样 台湾顶多就是去取 外来的这个外籍配偶 对 就是女生少 其实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想不知道 陈老师你怎么看 我想当然首先 确实我会觉得 可能少子女化的这样一个发展 某个程度方面 大家生得少 可能就想要生自己想要的 这样一个性别 才会产生刚刚两位所提到的 要透过这样一个所谓的筛选的过程 来决定这个所谓的新生婴儿 这样一个性别 那另外其实 当这些旅性或者旅婴的人数 开始减少的时候 那确实会产生 比如说男性要去结婚的时候 就开始会去所谓的这个 迎娶这些外籍的新娘 或外籍的配偶 但是我觉得台湾基本上 某个程度还不是那么多元化的 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 其实我们对 就是说这些新住民也好 或外籍配偶来台湾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给它的一个 相对来讲 比较公平对待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或者环境 或条件相对来讲是不足的 比如说我们严格来讲 我们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双语 双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今天如果今天这个外籍配偶 在语言的使用能力上面 事实上是受到一些限制的话 但是我们相对来讲 我们这个社会可能大概想要讲 越南话的或讲印尼话的 这个情况可能就是比较不足 所以对他们来讲 并没有去形塑那个双语的文化 或双语的环境 让他们能够协助他们 很快地去融入 他的一些这样一个社会 然后甚至造成可能 这些外籍配偶的这样的一个子女 可能在学习上面 或在学校的发展上面 可能就受到相对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不利的这些影响 我觉得种种这样一个因素 造成可能就是我们将来 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 是不是能够 我们讲持续的发展下去 我觉得那个反而是在面对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性别的筛选 或者是稍制率化 发展的一些过程中 其实是我们应该要去面对 或去重视的一个问题 不过刚刚陈教授谈到性别筛选的时候 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也提到 就是说其实医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说之前好像我们委员 也曾经办过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就谈到说 其实很多的医生成为一个杀手 就是杀因的杀手 那这些情况所造成的这种筛选 其实是一个很违反自然的 这个医师去做筛检 这个当然我刚刚讲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在受精的时候就筛检 一个是怀孕以后做筛检 受精的做筛检已经是不可取的 怀孕以后再做筛检 然后做人工流产 那这个基本上是违反了这个医师法 还违反了医师法 那另外就是我们在法令上面 譬如说我们在通过人工生殖法的时候 我们有清楚的写 就是说因为人工生殖就是在TY的 我们清楚的写 医生不可以做这个性别的筛检 那是犯法的 是有法则的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 一般也能够知道男婴女婴 也是透过抽血或者是做那个 超音波的这个检查的时候 发现是男女婴 然后那个部分 基本上在做这个超音波的时候 不可以是因为要知道性别去做超音波 如果医生这样做的 这很难判断 对 它是犯法 但是东西总是要规范 就好像说你这个红绿灯 你不能闯红灯嘛 那你要是让我知道你闯红灯 你就要被罚 你平常闯红灯 那他也可以说我做超音波 是为了看baby有没有健康 我知道 但是就是说还是有那种可能性 就是说你是为了这样 你还是问得出来 以至于这医生会受罚 那当然这个都是 不是说你到时候会不会一定被罚 但是这个都是给医生一个 一个咬咬的一个法律嘛 你就不要给我抓到 你抓了你就死定了 这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一般的人他 大部分的人他会比较守法的去做 因为有这样的规范 如果没有这样规范 那他就大大大地做嘛 所以法律的效力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是对医生做了一些规范 那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说 整个社会对于男性跟女性的这个价值 那这个男性跟女性的价值 并不是说去规范医师就能够达到的 也不是说今天我告诉妇女说 你如果要去做因为性别 婴儿的性别做流产 我就罚你 你就可以不去做 或者是说他就会觉得很示篮 这个一定要是经过一个教育 就是说我们整个国家的人民的这个体质 就是说在男女的性别上面 这个性别平等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就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社会体质 不然的话这个东西还是一样会没完没了 不管你有什么法来规范 就像你刚刚讲 他都是有一些可以规避的 灰色的地带 他就规避过去 那受到伤害的都还是女性这个性别 没错 好 我们想要休息一下 不过在休息之前 我们想所有的观众可以来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有了小baby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 就是爸爸还是妈妈 会不会人性都是好奇 很想知道这是男孩女孩 甚至你要准备她的衣服之类的 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看看 这个话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